我今天告诉你们更大的一个料 伊朗总统访问中国 是处理哈美内伊和伊朗神权交换的交易 和习近平访问伊朗的重大的事情具体的安排 然后伊朗会对整个以色列和非以色列外面的所有的目标和目的地和财产进行全面攻击 包括使用洗死球 第二个你们告诉日本人 说麦尔斯郭说的 很快气球会成团成组成群飘在日本的上空 而且会对日本的所有的军用设施进行巨大的威胁 这第二条 第三条到美国打下的第一个全人类震惊的到马塔纳州的那个气球 绝对不是今天全人类我第一次说 记住全类第一次说 那不是在美国空上发现第一个球 它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从那个球之前绝对他们知道有更多球 它只是被击穿而已 就那个球不是第一个球 那个球也不是最后一个球 这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球 而且日本现在还沉醉其中 日本认为美国人告诉了我这一场 美国人没告诉你这一场 走着看 对日本的球和全世界球还真不一样 第一个在全世界上 适用氦气球 氢气球 碳气球 混合气体球 和橡胶球承载最多的武器的试验地 第一站台湾和日本中间 第二站台湾 第三站就是日本走着看 你会发现那个球未来会有啥能力 现在没告诉你呢 除了侦察你拍照录像 接下来会让你往下扔东西 放东西 有攻击性 然后就会出现了 不会在美国 是日本和台湾 所有的噩梦 第一个遭受损失的台湾 第二就是日本 共产党 由你无法想象的野心和计划 加大巴勒斯坦的核武库和武器装备 让几个国家 能源和国防彻底实现中共化 这事都是潘多拉河的其中一部分 感谢观看